新制部份 新制部份 起自律是排入认识的计算方式 另外 这边有略业推出度的一个计算方式 第一项是起字率 第二项是流增率 新制部份 起字率是排入认识的计算 旧的 旧制是40% 年增率部分 新制每一年增加2.5% 旧制每一年增加2.5% 公式 就是本供两倍成上起字率加年增率 例如 中校途一二十四年 本供四三四二年 两倍成上起字率加年增率 得出521004年 这就是新制实施后的所得 十八堂优纯 所得替代率 分十年不定调价 此时 第一年本期领域 中校途一年之二四年 本供四三四二年 新制本供成两倍成上起字率加年增率 获得出521004年 新制本供成两倍成上起字率加年增率 获得出521004年 新制本供成两倍成上起字率加年增率加年增率 检掉新制所得 于19986年分之十年调价 到第十年归离 请参入复权 107年一直到1160年 降为521004年 此方安忠纯 第一年本期领域 辞命后地席归离 对于保障金额的标准是委任 第一值等 新组 新共是32160年 这里一次退伍金 同107年7月1号以后 开始 每两年调价两方 到114年 降为621004年 本期领域 幽存本机领域 低于32160年 仍然有18%计刑 超过32160年 八年后 议刑战争 本期领域 幽存本机领域 以上 本期领域 提供很多功能 除了让你找工作之外呢 我们也提供给厂商 让你找人才 所以如果说呢 各位大哥 大姐 如果你想要找人 有用人的话 也可以用我们台南工作好找APP 让你知道呢 比如说我们永康区 现在有多少人在找工作 然后直接点选进去 就可以直接跟我们永康的 负责的救护员来做联系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网路通路 就是我们有台南工作好找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粉丝台 粉丝专业 那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找我们最新的资讯呢 都可以来关注加入我们的粉丝 那另外我们还有网路的救护台 那最后再帮我预议一下 谢谢 那另外我们还有提供很多人的宣导的顾问 譬如说像热身车啊 还有毕斯坦等等的一个 让大家更容易知道我们的一个就业服务资讯 那另外现在手机游戏也很夯 所以我们也有提供了一个就业服务的一个手机游戏 那大家可以早早看观点的就是台南选资讯 我们东区的主任命说陈小姐 我们队伍和队伍和队伍和队伍的主任命说陈小姐 对谱会服务照顾处封副处长 对谱会救养科科长蔡科长 对谱起副科佛科长 就学就业科张科长 就医保健科理科长 事业管理处王科长 还有刚刚有报告的台南市这个服装中心的黄小姐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装战长 我们也邀请国防部军建服务处的张小姐 还有陆军炮兵指挥部的胡上尉 六甲井退社管理的承办单位 还有四十三连队的彭少像 大臣退社承办单位 我们台南农业的王红人王先生 家里农家 吴蜜蜜蜂 吴主长 还有农家刘晓妮 吴主长 准备好 我们见 询完之后的话 退伍之后就参加工资的考试 然后就是服务到现在用超快将近二十八年的时间 然后在这段期间刚才看所有报告里面 我们的农民服务处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除了在政府机关的既有的资源之外 他们还去美合社会上的资源 来帮助我们所有的长辈 也就是我们的大哥大姐们 能够让我们不管在就业 不管在就学或者是安养各方面 都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进其功 那我在这边今天非常高兴 他把我们终于去参加这个活动 那工作报告有跟各位报告 提的意见我们都把它转成上期 上期也合不下来 我们还会继续再往上 再来反映各位提的问题 那么今天主要的是一年一度的肯唐会 一年就这么一次 那么肯唐会的目的 第一就是台南市农部处 在这一年在台南县市辖区里面 只要是农民弟兄们的就学就业就养就医 这四大区块 服务照顾各位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在肯南卫啊 跟我们来做一个建议 我们会在我们的范围内来做一个改进 那刚好这个时间点碰到退伍新制 所以我就把退伍新制 目前的草案的内容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 那么各位请注意这个是一个草案 我们做这个草案的内容的说明是 现在的草案目前是这个样子 我们让你知道里面的算法 里面规则的内容 我们不是拿这个草案来说服各位 各位请清楚这一点 我只是告诉你草案内容是这个样子 但各位有权 赞成不赞成无意见 各位这样懂我意思吧 我不是来说服你 你一定要接受不是这样子 我们有一个月的宣讨期说明期 那么各位不管在就学就业就养就医 或者说退伍新制 你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提出来 没有关系我们都接受 我们把你的意见会整 我们会往上反应来做一个研究 我们会往我们的国王部 我们往行政院来做一个报告 这是大家提出来的意见 我们做个会诊 当然最后这个草案 会不会定案不知道 会不会改变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既然有草案出来 我们就在说明让各位知道 现在里面是怎么计算的 那各位什么建议大概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都接受 那我们现在座堂会开始 请 来第一个我想了解的是 刚才有报告说 我们以后的月退奉 我现在已经不是半年了吧 现在是暗院会播放给我们 这个了解了 第二个 李强中 他在当司令的时候 我们还尊称他 可是他退伍了以后 军人混完全没有了 有六成的人被访问过 那我问一问 这边有谁被我访问过 没有没有没有 农夫处有哪要问你说 你赞不赞成心智了 有没有 完全没有 六成 六成的人把我们台南农夫处都排抵在外 是不是啊 完全没有 有 好 第三个 国家财政要改革 你来改革 那你现在 你之前给我们的 那些承诺是假的 好 没关系 那以后 开公司的 有没有开公司的大老板 以后也是一样啊 公司说 我一句话 我进行不下去了 各位 我之前承诺你的 什么加班会 什么什么 没有了 回家吃自己吧 这是很可恶的地方 最可恶的是 18%不公不义 你知道18%不公不义 发到哪里吗 我在大学 发到大学去 我老婆在小学 发到小学去 跟大家讲说 哎 你爸爸 你阿公 你阿公 都是不公不义的钱 我们这些先进 领的 都是不公不义的 什么叫不公不义 我们是去偷去墙啊 完全没有啊 这是我按照你 当初政府给我的承诺 我一步一步 忍着 二三十年的一些 一些那个什么 家庭 还有的不小心又离婚了 爸爸回来看不到你 以前常常大家不是在这样子笑他吗 他以为你是隔壁的小娃 这个政府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从大学内 大学发文给我们 叫我们宣导 一直高中到小学 难怪他现在 现在出去的农民伯伯 小朋友看到他是什么 用病意的眼光看着你 以前都叫我们米虫 现在呢 这些家伙老家伙都不公不义 拎的钱都是不公不义 这是什么 国防部的梦克不贪生吗 那个海军司令 24亿是他批的吗 我们在联请到说 搞了三四百亿 分给各军种的预算 他海军司令能批什么24亿啊 他能把各军种的钱都调来说 他要批 各军种的钱要调 谁要来负责 讲那什么屁话 海军司令一间要躺 那官部长 打醒的时候 在那边唏唏他 只会这样子而已 好了官位好了 官位保住了 那又什么 牺牲我们这些底下这些人 让人家看不起啊 已经切断 已经没有18%了 我们还在什么不公不义 还发文给选 行政院还发文给了教育部 劳动部跟国防部 大家都接了接了 真的是这样子吗 能上达天心的 麻烦帮我转来一下 讲的我们把你记下来 我们会诊 看未来这个草案 人们有机会 可以做个改变 这是主要的目的 希望各位能够理解 好 再来 这一点 其他 我就建议各位先进 不要浪费时间 在这边 如果要谈就养就医就学的话 这个 都早就在办了 重点就是后面要看的东西 我也建议 我们的 诉求就是不涉及既往 也不要跟我们讲 怎么会到哪里到哪里 不必了 我们不是为了我这个钱 我也不是要 为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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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是为了我们中华民国军人的尊严 我们不愿意再被人家讲女仇 这第二点 第三点 就刚刚那位学长讲的 希望 如果说 李主委 还有一点点 军人风格的话 黄埔军人的军人子弟的风格 风谷的话 还有一点军人自信能源 这一点还有一点支持的话 把我们这些年金公告 为什么由来有我这些钱 公告社会周知 因为这些军人怎么样怎么样 保不为民那都不要讲啊 我这些钱的由来公告社会周知 不要像传一个文下去 给小学生给教育部给哪里说 我们是女虫 到处讲女虫不公不义 所以他要他要改革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退伍会要帮我们发声啊 你因为你是个单位 是个国家级的单位 你要帮我们发声才对 我们为什么会有退伍金 为什么会有这些钱 要让社会知道 不是国家给我的 是我应得的 他的由来要向社会做说明 以上是我报告 不耽误大家时间 谢谢 你们到哪里 我尽量 我就一层一层一层上去 这是我的职责 开始第三位 年金改革会 我有质疑 我有跟民众地方法院的一些老师 在讨论 年金改革我们军人 我们军人为什么要辣到里面去 当初是公教改革 所以我希望说年金改革 我们这 所有的农民的部分 有关于农民的部分 我希望排除在外 现在大家一直在吵说 啊 大家怎么去编列预算 怎么编列 那都不是编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年金改革就是 只有年金改革 现在不是退伍金改革 我希望 我希望表达天庭 我要表达是这个 那如果说 退伍会执意 要执行的话 我可不可以提出大法官 视线 我表达的就是 不遵受既往的法律原则里面 他有没有违宪呢 我要表达是这个 如果说他违宪了 哪一个大法官可以出来 视线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领的所有的退伍金 都必须要往下调降 我必须要表达是这个 我现在目前是以个人的方式去表达 我并不是以法律的立场去表达 但是我希望说 以法律的 法律的边缘角色里面 我要取代一个公平 就像那个学长讲 不管哪一个人讲 我只要领得 我应该得到的钱 我不需要增加 我不需要往下降 我只要领到 那我应该得到的钱 就这样 谢谢 823战役战友协会 杨沐翔 杨总干事 当然是蓝营823战役战友协会 郭天宋 郭总干事 社长法人 中华民国基底兵协会 执行秘书 刘先生 当然是陆军专科学校 常备士官班校友会 胡略中 胡理事长 我为你们来例行的一个宗旨 就是 退伍军人呢 必须是 照顾关怀同袍 才能团结 弟兄 第二个 就是例行社会公益 才能获得尊敬 尊敬 被人家尊敬 被感性尊敬 不是我们在这边自爽 是你必须走出去 付出 才能获得尊敬 这是我们 一个没有冬生凤的事官 我们现在做的 这是跟大家共鸣 第二个是一点建议 那天那个 租长到我们见面的时候 跟我提了一个 就是 那个 农民遗孤照顾计划 我一听我眼睛一亮了 这是一个体制外的一个 一个 我讲体制外 不知道正不正确 就是在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法规里面 照顾的 范围以外了 他已经脱离那个联记了 已经没有 没办法达到那个 照顾 照顾的 那个 规定的时候 那条件的时候 咦我们提了这个 农民遗孤的照顾计划 我一下子 打到我心态里面了 咦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啊 所以我这个建议呢 我们校会就马上支持 我个人也支持 就 然后我们处长也跟着就 就下海了 但是我这个建议就是 要扩大这个想法 扩大这个想法是什么呢 比方说 比方说 我们有农民 弟兄 咦 向我们荣吾处提出了 什么样的 吉安救助 一案双照 就是我们荣吾处协助他 跟我们社会的 其他的公益团体 然后把这个案子转过去 让他获得更多的 资源 更多的 照顾 这样子的话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 立行社会公益 还有关怀照顾 才能团结 我们才会谈嘴 我们才会获得尊敬 好 谢谢大家 郑国众 这是我们同胞 我们这些同胞 农民弟兄的子女 等一下给我再做 没有错 这是法治规定的 集团救助以外的事情 好 谢谢郑伯伯 那他是我们教会的职业 那他目前是单身 而且他带了一个 救助国中的小孩 那郑伯伯他用功 而且身體非常的 很多疾病 家境非常的困難 那後來我在咬仙的時候 就有發現她很像是那個農民的移圈 那我就在農民之間和我的孫秀岳 孫組長聊到這件事情 那孫姐她也非常快速地去探訪鄭伯波 確認了她的農民移圈的身份 那幫她辦了很多的補助 還有幫助 那真的非常感謝衰秀岳孫組長 她給我們教會的實助 那第二個感謝的是 那我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退伍 那我去接受了非常昂貴的商團團員的訓練 那非常感謝退伍會給我很多的補助 那我在退伍之後 能夠入籍的徒步職場 那我現在在安平香港的訪問公司 擔任管理的工作 那非常謝謝退伍會給我真正 非常謝謝你 好 問題我們領的是退休縫 不是年金 那要國人支持年金改革 我這邊提議就是要先請這個 總統政務官還有立委他們 這個身先士足 共體時間 大家才會 全國的國民才會同意 第二點 這個關於李翔咒 如果他認為他是主委的話 請他出來道歉 這個六成的說法 第三點 這個現在好像退役上校 這個沒有叫補費了 那建議能夠恢復 不要讓這個我們 這是我幫學長提出來的 不要讓這些我們 在工作職場 努力工作的 到達上校以上 反而退下來之後 變成一種主委 謝謝 建議非常的具體 建議非常的具體 這個都收到了 會記錄下來 你看上校教股會取消 你貼下一個中校 含以下才有 他直接建議上校有 那我們這個一定是會反應的 好 那今天我們談這個 管理我們這個 改革的問題 事實上 對今年 一定要特別特別的 這個做法 不能一概而論 如果大家參過 實際的戰力的話 就會覺得 這一點更重要 八二三戰力的時候 一個換照 上去下來 看到 下崗上面的那個頭段 那 還要談什麼呢 那 對於今年 這一塊 我們要特別的 這個 要特別特別的 這個考慮 第二點 我要講的是 我們這一塊 最基層的 位階 不能講官階 就是位階 因為我講的是 最基層的 這個 四萬塊而已 最貴階 最低的 也最不會講話的 最沒有機會講話的 這一塊 我在這個 霸彈雜誌 輿論 講的都是 最低的樓地板 是三萬兩千多塊 那麼 現在我們 這個最基層的 這個 救養基 一個月是 一萬 四千一百五十塊 那 為什麼 一直到現在 在報章雜誌 在這個 所有的 輿論裡面 我們都沒有看到這一塊 稍微 隨著這個 水上 船高的 這個物資的價格 稍微 給他們提高一點 這一塊 我們是最沒有機會講話 也不會 最不會講話的 這一塊 謝謝 謝謝 我們所談的 一些 這個 建議也好 或是說 一些 的 感受也好 這些 除了 我們 以後 建議 不管是肯談 或是 就是 有路由 有 有 尤其是在肯 他坐下 大看 也很棒 在肯 前面的一大堆的一些文書 可以跟我們 請參院 用現在的 知識學生 也很高 也就跟台會大堆 覺得我把我們時間都散掉 所以建議以後的肯談會 所謂的前面的一些 比較經濟 後面談的時間 一定要很長 這個是 就是建議 第二個 就是說前面講的 其實我們 剛才我們那位 藍學弟 他就在講 我們不要在這個 數字上打轉 因為他們出了這麼一個 數字議題 讓我們大家 都在議題之間 在轉不出來 所以剛才講的 也就是所謂的 不錯的幾句 剛才多少錢夠 剛才講 沒有夠的標準 那我們以前在 如果說大家 你是 你如果有計劃來到 國外 有資產 在台灣 資產 那你給你投資很多 結果你下一個 他就 不能把 現在 就剛才講的一樣 上校 這個 教育 跟股份可以取消 個人本來呢 也是 就是個人深受其他 所以 不能只是上校 那只是剛才講的 這是 政府規定了 給的福利 現在砍掉 這就是一種 分化的行為 所以剛才這位 五十四關 那個 被我知道 推出後的這位 這位老弟 也在 所謂的 尊敬 不是說 你要走出去 人家哭了 你就有尊敬 不出去 那就不尊敬 所以我們就是 從國想 這是應該值得參考 要體穿 所以我有時間 要是人 又要 互相尊敬 不管他是什麼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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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退休後 剛才也在強調 不是年紀 回正就是 我想 這是大家的一個故事 老龍年紀 還有其他的殘障基金 然後年紀等等 一週五的 等等 這些 那不是鬼 不是討論的範圍 所以連主題都錯誤 那後面的大約 就不用再談 沒錯 要乘上去的人 希望能跟我們 與會的人員 一二五部門 那到底 有沒有乘上去 這個是我們需要 要了解的 謝謝 已經退了 我現在也沒有叫 不會 那 這個 退伍新制的改革 我也被 砍了很多 那我現在是公務人員 我先把我公務人員 一個私責員做好 那這個政策 怎麼樣 那是私底下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這個草案 必須讓大家清楚 它的內容是什麼 好 我跟各位 這位學長報告一下 我們有一般照顧 特區照顧 還有教區照顧 一般照顧 一年 仿製一次 一年 只是 一定會到 你隨時有問題 都可以找我們社區服務 所以你說你五年 這五年有被服務到 之前沒有 當然這個是 越做越精良 越做越好的地方 我們也會來做一個 盡量的精益求精 那剛剛那一位 已經離開了 發現離開了 他如果長期在大陸 我沒辦法找到人 所以你們如果說 只要在台南縣市 戶籍在這邊 我一定想辦法找到你 哪怕你在台北 我會追到台北去 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生日和卡 一定會放到你家的信箱裡面 我們現在服務組長26個 陣容最堅強 服務絕對到位 所以這位王翠吉阿娜的路 我們這位王先生 好不好 他不是你這一組的 三天看一次喔 他躺在這個床鋪上 行動不便 或者單獨居住 這一種的 我們三天就看一次 我們教需照顧 兩週就看一次 我們特需照顧的 大概五六十位 我們教需照顧的兩三百位 一般照顧 可能在座都是一般照顧 我們要為自己鼓鼓掌 很健康 沒有納入教需 也沒有納入特需 兩個禮拜看一次的是 可能有外勞在看你 可是他做輪椅 或者說有一點的行動不便 但是有人照顧 所以我區分這個階層 有區分服務的對象 各位你放心 他們都要先訪視紀錄上來 另外我們這 退伍軍人協會 這八位理事長 我們每季開一次會 所以他們的意見 完全都幫各位轉達過來了 有關講的四大議題 他們都說了 我們也都一點一點在改變 一點一點在改進 你請放心 他們都會跟我發聲 都會請我 對轄區的農民農軍 做好服務照顧 你放心 這個我們的聯繫關係非常好 好各位請 我們協會 也有參與 這個 這邊那個 遺孤的任養 這邊在 資料裡面 第44號 他是用我的名字 因為當初是我匯款 我寫錯了 應該把那個 這個把它改掉 改成我們那個協會的名義 因為我是代表協會來做 做這項工作 所以說這個 麻煩再幫我們做修正 第二點就是有關 剛剛 大家也提到很多事項 那其中 有關就是軍人尊嚴這一塊 真的是要 一定要去轉達 不要去做分化的工作 這就是如同像鬥爭一樣 高層 鬥下層 那你這國家 海坦團結的話 這完全就是沒有用的 所以說這第二點事項 第三點 上次也有看到那個 處長有到那個師傅去開會 那我也碰到很多那個 裡面也有很多其他的 農民的那個學長在那邊 然後也跟他聊到一些就是 對農夫處的一些感 那個感想 他也是覺得說 就像很多剛剛學長有講到 就是說 他並沒有體驗到 或是體會到 感受到 農夫處 對他的一些照顧 那我想說這個 把它提出來建議 希望就是說看 處裡面這邊 後面如何去加強 這一塊的服務跟照顧 以上三點報完畢 各位處長 處長 說有提到這個 誰有沒有樓地板的問題 其實我在今年 年初看到全區部 有一份公文 上面就講 所有全公交人員 退休的 都有限制 32160 你在外面工作 不管你當什麼工作 都有限制32160 這個我們有討論 詳細在北部有看過 非潔處長 找相關的 找全區部那邊 白紙黑之前 我們 我在國文 因為我在國文客人 沒有服務啊 因為國文客人都是軍人班 所以我們有特別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他的確有 有限定32160 所有的都一樣 就是說他已經限制我們的 所謂我們的生存權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所有的 但是現在沒有公司敢 沒有公司敢 去比如說我的職員 有大學員工 因為全部會被限制 這部分其實在確認 第二點就是 我們知道說 所有的職業都一個工會 工會是做什麼 幫工人爭取福利 那我們 我們退伍軍人是誰是公會 退伍會 退伍會 他幫我們爭取權利 所以我建議 退伍會主委 由民選 由我們退伍軍人來直接選 報告完畢 台南縣跟大家一起參與 我們這個農民座談會 因為時間有限 我想我針對這個 軍人年紀感 軍人 這個新制退伍制度 這個部分 我要跟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報告 當然有些說不清楚了 或什麼 我想這個 我們會繼續透過我們容服處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我現在先簡單的 先簡單的回應 剛剛有幾位學長 所一些問題 第一個 剛剛有一個學 我們50號學長 他有講到這個 暗月發放的事情 那我想這個暗月發放之前 我們就有宣導過了 也是在這邊再跟大家 跟大家很明確告訴 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說 明年的1月1號 所有退休縫呢 就改成暗月發放 這個部分我們 我們退休給付處這邊 我們輔導會這邊都已經準備好 所以說請大家放輕 就是這個 你的退休縫這個部分 我們呢一定會準時的 在每一個月的1月1號 放到你的這個 直接存入你的存部 存部裡面去 這個部分呢 先跟大家做個說明 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於年 再來就是 這個 年輕的部分好了 那我年輕部分 因為大家有很多疑問 很多問題 那我就統一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 這個 大家一直講說 這個 我們這個退休縫跟年輕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在這邊 要跟大家釐清一下 我們 這個部分 確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這次所 國防部所公告的東西 它就不是寫年輕 它叫做 軍人 退輔心智草案 所以說它裡面從頭都沒有講到這個年輕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部分呢 要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說明一下 那第三個就是說 剛剛 也有 剛剛有一個 剛剛也有很多學長講到這個 樓地板 跟天花板的這個問題 這個樓地板呢 我想我也不要在那邊多做解釋 事實上它也不叫做樓地板 樓地板 讓人家都有很多誤解 事實上我們這次所公告的東西 它叫做最低保障 它是 最主要是要保障 保障人家最低的需求 有32160 也就是說 你當 你 你未來 不管是以後 我們還會爭取到4萬塊或是32160 未來你這個所有的退伍制度改變了以後 如果說 你的元金因為有燒減 其實有 有 有 有削減了以後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 這個燒減的額度 就只能到這個地方 你就不能再降下來 這個是我們最低保障 它主要的原則 是這樣子 那有關天花板的原則呢 事實上在這個裡面 在我們年紀改革後 有時間再跟 如果說有需要的話 我們再跟大家說明 事實上我們之前的退伍制度 它是有天花板的設定 那現在的這個制度呢 它是已經把天花板拿掉了 也就是說沒有上限 所以說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目前現在這個制度可能是 為大家爭取的會比較好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制度 當然啦 很多都是不盡理想的 我們還是要持續在爭取 那這個詳細的說明 我可能今天沒辦法 跟大家說得很清楚 那後面如果說有時間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再來有一個 再來也有學長 他有講到就是 有關於這個 上校子女教育補助費的問題 當然這個有很多轉折 當初我們在爭取 子女教育補助費的時候 我們也盡了很大的力量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不過我們現在很在 還在我們會裡面 真的是還在針對這一塊 很積極的再去爭取 很積極的再爭取 我們希望說 就是說在這個這一次的 所有的退伍心智裡面的一個 配套措施 我們能夠再把這個 子女教育補助費 有關於上校的部分呢 能夠爭取到上校以上的 這個能夠發來發放 第二個就是我們持續呢 我們會 我們現在也在做的 就是要把子女這個領退縫 領退縫的子女教育補助費呢 給他正式的能夠 納入我們的 納入我們的輔導條例裡面 讓他有法源依據 不要每一次都講說 這個子女教育補助費都沒有法源依據 然後到了立法院 到執政 現在執政教育 現在子女教育補助費 它是比照現行的 軍公教人員這個什麼 這個相關的這個 發放的作業要點來發放 那所以說呢 都說沒有法源依據 所以說我們現在努力的方向 也就是一個要朝法制化 一個是朝我們軍人 退伍制度的這個配套措施那邊呢 去把它做處理 希望能夠能夠盡量來爭取 這個子女教育補助費呢 能夠讓大家都能夠領到 尤其我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像我們不管你是什麼階級 剛剛學長有講 用階級來分就是分化 我想這個 這個我們都非常的了解 所以說我們不希望這樣做 有上校他退休的 退伍的年齡大概就40歲到50歲 那個時候子女就是在高中大學 那個學費是最貴的時候 最需要的學費的時候 那有兩個小孩子 一個學期就十幾萬 將近20萬 所以說這個都是我們 深切體認的 不光是我們 主任委員非常了解 所以說我們都在極力爭取 這個是有關於 子女交易補助費的問題 所以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我們這次軍人退伍制度 這個改革的方案 這個草案裡面 或許大家都不是很滿意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在之前 這個版本 就是說版本出來之前 事實上有很多 很多的項目 很多的事項 例如說我剛剛講的說 我們有把天花板拿開 還有我們把這個 起支 就是起支奉利的這個部分 我們爭取多少 再來就是18%的處理 現在18%大家都說 18%已經全部都拿掉了 比那個工務人員還 這個改革跟公務人員是兩年 分兩年拿掉 事實上我們18%的處理 是我們是有一個 隱藏政治的操作 我們是把它未來 未來就沒有所謂的這個 退休縫 退休縫所得 那個所得替代率 而我們是把18%變成 就是未來你的退休縫 退休總所得 把它合併計算 合併計算了以後 就自然而然的把它 融入到你的總所的裡面 你的計算一定要把18%算進去 再加上你心智的部分算下去 然後相檢 然後用10年 如果有多的 就分10年來遞檢 所以說這個是非常緩和的一個 非常比公教人員的緩和多了 這個一個方案 那未來當然 我們還會去做 特別的去爭取 我想這個大概是這樣跟大家講 那我們這個草案公布了以後 它操作的方式 就是我們目前輔導會 它我們會後續的做法就是要 第一個 現在我們就希望說 因為它是採公告的方式 在這30天當中 這樣我們積極就是說 除了跟大家 要很快的把這個草案介紹給大家 讓大家說明看知道這個草案 然後讓它 大家在了解了以後 你們才能夠提出更好更具體的看法 回饋給我們 讓我們在這30天裡面收集到大家有更好的意見 然後大家對這個不贊同的意見這個部分呢 然後讓我們整個好好收集 收集了以後呢 我們會在這30天之後呢 把這個相關的方案 也就是剛剛處長也提過 你們只要有建議的 我們一定會一條一條的納進去 納進去 然後呢 我們會把它分類 我們甚至會把它做成更具體的一個建議事項 然後呢 送到主政的單位 國防部 跟年金改革辦公室裡面 讓它去做研議 研議了以後呢 他們會針對這個部分呢 把它真的落實在法制化裡面 未來這個法案就是要到行政院到立法院去折衝 未來會改成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可是未來 他一定要通過了 他一定要經過立法院 所以說 未來還是要到立法院去折衝 那我最後還是要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做的就是要 只要各位學長前輩你們所做的建議 我們一定會很完整 很很務實的把它屈心的接受 這個你們要怎麼改 這個沒有關係 就是針對以後進來要進軍校 要陸軍 當軍人的人員去做改變 那針對法條裡面 協議退伍的人員 那部分請三料 謝謝 目前我們蒐集裡面 也佔很大的比例 對不起 剛剛我可能沒有回應到 那個 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主委講這個之前說有60% 就怎麼樣贊成啊 看什麼 我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當初這個60%是主委 在我們法案公佈之後的第三天 他到禮拜五到立法院去接受 打巡的時候 然後由立法委員 由立法委員跟 去詢問我們主委 說目前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主委 事實上這個也不是主委開口 是立法委員講的 然後主委沒有做很明確的回 沒有講得很清楚可能 然後前半段被一些人 有做了一些運用 事實上那個時候我們蒐集的資料 只有針對 那時候我們跟人家做溝通 跟人家做說明的時候 大概有三千多人 這個是資料 那時候的比例資料 目前為止 所以說大家一直誤解 一直到目前 昨天 我昨天我們是禮拜五 要出來之前 我們還彙整這個數據 我們還彙整了這個數據 到晚上八點多 然後出來 親自把這個數據 送到高層去 現在這個數據 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整個數據 我們已經彙整到 三萬多 我們跟各融合數都很辛苦 跟大家說明了 也在做了 那目前已經 收集到三萬多筆的這個數據 多三萬多筆的數據 事實上對這個 這個版本 可以接受的 也只不過占百分之十以下 只有九 九點多 所以說不贊同的 所以這個應該跟全國國民說 不贊同的 現在這個東西 我們都會再陸陸續續 會去做公佈 會去公佈 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說希望大家說 不要再誤解 也不要再去 我是想說 我們不要再去傳 因為那只是前三天的數據 根本不正確 那這次呢 我們也特別在榮光雙周刊裡面 有把這個東西 整個方案說明得很清楚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 學長們能夠 能夠了解 未來他如果操作呢 未來這個法案 其實要不受既往 這個部分呢 可能要透過 就像剛剛有講的 透過一些行政上的訴訟 或是怎麼樣 大法官的解釋 才能夠來去做操作 事實上都有育民這個作為了 也讓我們前輩學長了解一下 謝謝 更優厚 為什麼 因為軍人真的是非常辛苦啊 那我就直接講 講白話 我不要講一些學理上啊 真的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子想 雖然我領的 不是軍人的退休峰 我以後可能會領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就查多了 現在公布的公務人員方案 真的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但這不是今天我們的主題 我就不多說了 那 有關於聯金改革的議題 當然我們的 退出及付出科長 已經說了很多 所以 細節我也不多說 因為他是專家 所以就交給他來說明 那 因為剛才大家也有很多情緒 其實我也有情緒啊 那 但我在今天還是 對於聯金改革 我說一點點 我不說細節 其實啊 我在 我講個小故事啊 我在 好幾個月前 我曾經是台北市農民服務處的副處長 那時候正好 我在調職前啊 正好 正好 在談論 這個 那個 那叫什麼 教育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的事情 那時候 我記得 本來 本來子女教育補助 要 政府規定 要求要怎麼做嘛 我記得 我想 大家看報商雜誌 也有看到這一段 主任委員啊 親自到了總統府去做說明 說明 主任委員 說明之後回來 第一件事情 是到了台北市農民服處 找了處長 副處長和總幹事 來說 他怎麼去跟總統 怎麼跟陳峰講這些事 他的建議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總統 主任委員到總統府 第一件事 見總統 他主任委員 雖然是上將 但他還有小孩子 還在讀書 他第一件事是 我放棄我的所有 我什麼都不要 我不要子女教育補助費 但是我要求 退伍軍人 所有的子女教育補助費 要恢復 理由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如果政府真的財政 或是各方面的考量 有問題 至少 上校 上校的子女教育補助費 要留住 為什麼 因為上校 但 該學長 也有學長講說 少將也有 但畢竟那是少數 所以主任委員說 希望 能夠保留 就算不能保留 至少上校的要保留 因為上校 絕大多數 他的子女還在讀書 一定要保留 所以大家也看到報紙上 也看到報紙上 第二天出來的消息是什麼 對不對 後來報紙也很多批評 欸 輔導會怎麼可以直接 直接 直接找總統府 就這個樣子 但最後 我們的建議 最後不如期待 最後過了幾天 報紙又出來又翻盤了 上校還是被推翻了 正好這件事情 我又掉到會裡面 掉到會裡面啊 讓大家沮喪嘛 我們做這麼多努力 退出幾付出 做這麼多努力 這麼多爭取 就最後 既然又翻回原案了 你們知道嗎 那個會議正好我有看 進去的時候啊 主任委員來的時候 所有人啊 沮喪嘛 所有的 所有輔導會的官員都沮喪 低著頭 主任委員進去 所有人把頭抬起來 沒有關係 現在外面這麼多責難 所有的責難 我來承受 都算我的 所有的批評 所有的責任 我 都是我的 跟你們無關 我們抬起頭來 繼續幹 我們繼續爭取 繼續建議 這是真實發生的事 因為我在會裡面 我有開這個會 我就看到 正好在之前爭取的時候 我又在台北市農夫處 正好主任委員到台北市來說明 他說明他如何爭取 就是找我們三長來說明這件事 所以這是真實的情況 我的意思是說啊 輔導會絕對站在 所有 一定站在所有 退出去官員兵這一線 一定會繼續爭取 但你不能要求 輔導會說 我們所有人都吃官 那吃官誰 誰來幫你們爭取呢 我們只能說 在體制之內 盡量的幫 所有的農民卷 不管是主任委員 不管是所有的 輔導會的所有的在職的 所有的幹部 一定會盡所有的權利 不知道各位 各位農民先進是不知道 我們退出及付出 還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這個專案小組 每個禮拜都要開會討論 所有的退服心智 要怎麼做 怎麼建議 怎麼樣 對農民最有益處 好這第一個 因為聯金改革細節 是退出及付出的專長 我就不多說 第二個 剛才有學長提到 遺孤認養的事 其實遺孤認 遺孤可以分兩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輔導會的法規 到晚上上就可以看到 遺孤有兩部分 一個是公務預算 一個是剛才學長講的 不是公務預算 公務預算 其實輔導會是 有編列預算 所有的遺孤 符合資格的 我們每一節有一萬塊的慰問金 每一節有一萬塊的慰問金 但是畢竟公務預算有限 因為我們的公務預算 第一優先是照顧農民 第二優先 農民照顧有多的 就是說還有力量的 我們去照顧遺孤 遺孤也是遺孤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另外做了一個行政規則 叫做做推廣這個農民遺孤 這是有法制的 這是在我們的行政規則裡面 我們推動遺孤認養的規定 所以這是分兩部分 當然推動遺孤認養規定 只是一個行政規則 但是它並沒有辦法編列公務預算 所以也仰賴所有社會團體 所有善心人士 來一起共同的來照顧我們遺孤 最後我要說明的是 這個所有各位提問的問題 貪恩市農務處都會承報到輔導會 讓貪恩市農務處自己內部的 這個轄區的問題 他會自己解答 所有跟會裡面政策有關的問題 會裡面會統一的來解答 再還給這個 再發韓文給貪恩市農務處 只要有提問的學長 他貪恩市農務處也會以書面的資料 要彈附給每一個提問的人 至於沒有提問的學長 或是其他所有的農民卷 全國的農民卷 都可以到我們的網站 裡面去看 輔導會的官網 就這個我剛才特別把它找出來 因為我也記不得這個每一個字 我們輔導會官網有一個農民代表肯譚會的專區 你可以看105年之前 比如說105年 它有一個提問問題的會編 所有在1505年之前 所有的問題我們的正式答覆 還有有一個會議記錄即時答覆 這已經登到11月了 我剛才看了一下幾月擺上去了 106年就是上個 11月上一次雲林農民代表 雲林縣農夫處 農民代表肯譚會 所有的答覆都已經擺上去 所以這邊都有即時的回答 所以各位學長 剛才有人提說問題會不會告訴輔導會 輔導會會不會答覆 全部都會答覆 只是有 因為我們不可能用資本回覆每一個人 只要有提問的 譚市農夫處全部都會回覆你們 用正式的資本回覆 沒有提問的 所有全國農民卷 都可以在我們的官網上看到 在這個農民代表肯譚會的專區裡面 看到我們的答覆 以上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 各位來參與這樣一個肯譚會 以及一個退伍親自的說明 我本身也是軍人 兩年前軍人撞公務人員 等我到65歲之後 我沒辦法領越退 我要回去領我軍人的縫 所以等我退的時候 如果按照這個草案通過了 我沒有18% 剛好十年砍成零 而且我將軍 算一算砍了大概兩萬五到兩萬六 我現在領的比我當時幹將軍領的還少 但是我既然接了這個任務 我現在是公務人員 我必須把這個草案 把現在政策 跟各位說明 我再強調 我不是來說服 我是說明 然後收整意見 向上轉成 所以這是我們要做的 不過一開始我也講了 今天肯譚會其實是針對榮福處的各項問題 各位什麼提供建議我們來改革 我們來精進 剛好敏感碰到這個退輔心智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擺出來說明 因為大家最關心這個議題 所以今天就說了 那既然說了 既然報告了 就不怕各位提問題 贊成也好 不贊成也好 每一件好 我們都收到 以下有五點的結論 第一個 軍公教分開 第二個 不溯及既往 第三個 所有的意見 我們台南施農務處 絕對會往上轉成 不管有效有無效 不管有沒有一定要轉成 你們意見一定要幫你們發聲 由我們會裡面會整完之後 再轉國防部 再轉聯金改革小組 第四個 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的退輔心智 必須國防部 從軍事官條例先修 因為這是一個母法 我們從當軍人進去到出來 都是軍事官條例 當初你進去 依照這個條例來造成 依據這個條例來服役 他修了之後 母法修了後面就會跟著修 所以 現役的跟退了 那個一定要修完 才有這個退輔心智出來 所以這個版本一定要國防部先出來 跟退輔會兩個 溝通完之後 出了一個草案 這個草案 最後還要回到國防部再修 再出來 再到聯金改革小組 再送到最後我要講的第五點 就是我們是民主的國家 但是我們也是法律的國家 我們民主票選產生代議政治 所謂代議政治 就是市議員立法委員 這一些幫我們發聲幫我們講話 最後所有的法律要定案要修法 都要到立法院 所以我說民主的國家也是法律的國家 那立法院也會吵吵鬧鬧 最後法案過得了過不了 還要看立法院這一關 民主國家法律違反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說第五點就是回到法律 一樣的心聲 我也不希望25000 26000被砍掉 大家都希望你的越來越多 我都聽到我都說到 我們一定反應絕對反應 跟你們感同身受 所以所有的意見絕對會準 絕對往上沉 剛剛提到了這幾位提意見的 52號還有藍先生 79號74號66號45號郭總幹事 還有救養金的這個問題 以及王友德王學長王上校 還有劉執行秘書5號 你們這幾位提的意見 我們絕對做成紀錄上轉 上面的回覆絕對請我們社區服務組長 拿到你手上去 我剛剛念到的號碼 各位社區服務組長注意一下 請你們記下來 我們服務組等這個收到上面的意見之後 絕對會專人送到臨府上給你 這樣好不好 好今天的會議做場會 謝謝各位參與 非常謝謝